HELLO HELLO 各位朋友們 晚上好 晚上好 各位晚上好 是個麥 一二三 一二三 聽得到嗎 TEST TEST Michael TEST 晚上好 晚上好 我真是一如既往的準時呢 是不是呀 Hi 晚上好 晚上好 RADIO CHECK 可以 邊直播 邊聽直播 邊寫作業 那你一會不要把我說的話寫進作業裡 我小的時候就會這個樣子 我小的時候就會 我嘴裡 就是我在說什麼 我就會 我如果就是一邊寫字 一邊說話的話 我就會把嘴裡說什麼 給寫上去 對啊 我的口腔溃疑還沒有好 在我還是開了電台 我實在是太努力了 難聽得出來我的舌頭很痛嗎 而且在我的舌頭尖尖上就很痛 李宗 蛤 嗯 謝謝 最美的時光遇見了你送的棒子 謝謝 歪歪 你說話呀 送的 敬敬 谢谢蝉送的奶茶 谢谢酒量小园子送的棒子 谢谢最美时光遇见你送的棒子 谢谢踏云送的奶茶 谢谢大家送的礼物 我的口腔溃疡 感觉 怎么说呢 这样的说话 感觉我整个舌头都是溃疡 谢谢新鲜的果汁送的玫瑰花 谢谢 那我接下来就这样说话吧 不要朋友们 有AT的时候我在说话了 这个样子就可以不碰到的口 我就可以不碰 不碰到我的口腔溃疡 谢谢Edward送的巧克力 我发现 这样子把符合生物来说话的话 面那种 波波 摸波 会碰到 还是有点痛 这样子还是会碰碰碰碰到 跟我一起夜 波波 魔火 波波波 蛤 波波波 潰蛇 会啊 波波波波波 或者是2 打是蛇 果変 想听我唱歌 可以 想听 想听什么歌 想听rap 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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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谢谢多多AOA送的棒子 谢谢 我发现 我发现这样子 说不了 说不了 跳声 佛佛 就只能 就能 佛佛佛佛佛 你爱我 谢谢 记得Cormie送的 送的 送的什么呀 谢谢 伊丽莎白送的奶茶 谢谢记得Cormie送的99个 棒子 什么是快乐星球 什么是快乐星球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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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知道 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 我 现在 就带你研究 谢谢 歪歪你说话 送的 静静 好听 好听吧 是不是 很好听 对 感觉像 感觉像一个流着口水的傻子 不是 哈哈 哈哈 organization 阿achte 阿巴阿巴 阿巴阿巴 阿巴阿巴阿巴 是不是 你像傻子 哈哈哈 是不是很像傻子 完了 好了 像那个 像那个明珍的那个 谢谢赤妹王俩送的奶茶 谢谢多多AOA送的奶茶 好配哦 谢谢SZZZ送的奶茶 谢谢 其实也是个正常人 很正常 刚刚的 是我十三多年的妹妹 她从小 就走失了 在公园 好不容易 终于找回了她 我的妹妹 我可怜的妹妹 她一定是被人犯子 给弄傻了 我的妹妹 阿巴巴巴巴 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来告诉你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 好了 我希望我可以恢复正常 我是不是有病 对啊 我刚刚吃了什么 我刚吃了 我刚吃了 王小家送的高粱仪 王小家 这个女人想害我 她想害我 糟了 糟了 我的天啊 我失踪 我失踪多年的妹妹 刚来到我的身边 还要被王小家 给伤害 就此 我的妹妹 变成了一个傻子 好了 这样可以出书吗 朋友们 可以拍99集吗 给我拍99集吗 文小家 文小家 据说 那个什么 那个她那个高粱仪 根本就不能拉丝 她还说 她还说 只要先舔一下 就可以拉丝 我就舔了一下 可是还是没有拉丝 我怀疑她在耍我 但是 口水拉斯 天哪 但是 他演示了一下 他给口口医他们演示了一下 我没有看到 其实我的鼻子堵住了 其实我今天前面的时候 是有鼻音的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我自己已经听不出来了 但我的一个鼻子堵住了 听 我的鼻子 听得出来堵住了吧 真是不拿你们当外人呢 这就是烧牛一下 没错 朋友们 谢谢安安送了奶茶 谢谢 朋友们 我来给你们汇报一下我这几天的回家经历 首先 我是几号回家的 我不记得了 我是 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下我几号回家的经历 结果 第一句话 从故事的最开始我就不记得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我应该是 谢谢 只会哈哈哈哈送了奶茶 不重要 我回家 那我们就从回家的第一天开始讲起 回家的第一天 我 我 干了什么呀 你不听 你不听 你就不听 你不听 那我就偏要讲 回家的第一天 我 哦 我在睡觉 对 没错 我回家的第一天 睡了一整天 是那一天吗 是那一天吧 那一天 我早上就起来了 我早上 我想起来了 那一天 我十点就起床了 结果 起来之后 我才玩了一会儿手机 我就又睡着了 我大概中午又睡着了 直接睡到了 两三点吧 然后 然后两三点之后 我觉得不行 我必须要爬起来 我就爬起来了 我就在沙发上睡 不是 我就在沙发上 玩手机 我就在沙发上玩手机 结果玩着玩着 我又睡着了 对 我又睡着了 然后我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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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睡到了五六点 然后就起来吃晚饭 吃完晚饭之后 我的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我的这一天 真的是 我真的 怎么会睡成这样 第一天 睡觉 结束了 然后第二天 我起来之后 下午 我去找了我的同学 我去找了我的小姐妹 然后 小姐妹家的狗狗 特别可爱 大狗狗 虽然说 他说那是一只金毛 我也不知道 金毛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吧 但是那是一只大狗狗 他喜欢 把头 搁在我们的腿上 就是 我们坐在那里 玩游戏 他就 把 他的头 搁在我们的腿上 然后 还对着我们 对着我 就是 怎么描述呢 反正我很喜欢他 我喜欢那只大狗狗 就是很大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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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但是 我觉得 大狗狗 哈气 有点重 你知道吧 就是感觉 而且大狗狗 会 流口水 那只大狗狗 他还 我觉得他一定 特别喜欢我 因为 他不光 把他的头 搁在我的腿上 他还 想把他的玩具 咬过来 给我玩 我和大狗狗 水高 你这个问题 就有点侮辱 大狗狗了 哈 哈 他还把他的 他还把他的球 叼过来 给我玩 其实 怎么说呢 我很开心 他可以想 想着我 但是 当我 就是接到 他那个 都是他的口水的球的时候 我的心里 有一丝复杂 有点复杂 然后 我就把那个球球 还给了他 我说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就是玩那种 扔出去 你捡的游戏 我就借势 把这个球给扔了出去 不行 我好像打喷嚏 我觉得我现在两个鼻子都被堵住了 你怎么会这样 我跟你们说 我肯定是昨天 有点被冷到了 然后就是昨天了 昨天 和我的 我的姐姐带他的小孩 来上海 然后 他就带小孩 去迪士尼 然后 我妈妈就让 就让我 带着他 然后陪他们一起 我们一行 就好多好多人 我的姐姐带着 姐夫 带着他的小孩 然后 还有一个 他的什么阿姨 好像是我姐姐的一个阿姨 然后 还有我和我妈 一行六个人去了 哎呦妈呀 手机砸脸了 我去 进 这谁啊 你进来吧 没关系 我前面进来也没换鞋 我放弃了 吕一说 给我带的礼物 是什么呀 什么吃的 什么吃的 是你从那个哪儿带来的吗 但是不是不是 做产 这是单独的 比较好吃的 好的 这是什么呀 大黄鱼 这个很好吃 我本想到的 不是 我本想到新鲜的 这是新鲜的 他说他要一点多菜干什么 哈哈 哈哈 小哥哥 在哪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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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在家 哈哈哈哈 在家在家 在家在家 好了我的一个鼻子突然通了 有脸 好 不然他就只 好 你走了 陪我聊会天吧 我一个人好无聊呀 不然 明天早上还排练呢 我的生活中 现在都已经十点了 我在十二点前上床 好 拜拜 对我明天 其实是中午排练 十一点半排练 但是对我来说 就是早上 朋友们 没错 好兄弟 禁止山峰点火 这个踏云 这个小月牙 真的是 老是在我这儿 做山峰点火的事情 我和盖交贩之间的 之间的情谊 不能挂大名吗 这不是你的大名 这是你的ID 谢谢 踏云送的气球小熊 谢谢 继继续说吧 没事 在身风点火吧 不管你了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没关系的 拨拨 盖交贩门都可以承受的 拨拨 朋友们 看看我的背景图 没钱 没钱 看我的背景图 没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礼物能使其境推磨 我来跟你们说 昨天 昨天 我的姐姐来上海嘛 然后带着 算是我的侄子吗 我姐姐的小孩 算是我的侄子吗 反正她要叫我 一身小仪 反正不是阿姨 是小仪 我跟你说 小仪听起来就觉得有点 就不是那么老 不像阿姨那么老 你知道吗 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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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外甥 他只有一米 我现在才知道一米是多高 准确的说不是一米 是106厘米 四捨五入一下 就是一米六 不不不不不不 不是一米六 一米六跟我一样高 四捨五入一下 是一米一 我当然知道是一米一 我只是给你们开个玩笑 你们在这都没有听出来吗 这个玩笑你们都没有听出来 你们真是不够幽默 希望你们向我学习一下 好吗 我一米六 我四捨五入一下 就是两米 知道吗 知道吗各位 我四捨五入就是两米 你们的数学不行啊 你们的数学要跟我学一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回来 我感觉我的鼻子堵得又严重了 今天白天的时候 没有堵得那么严重 我现在 呼吸很困了 朋友们 我感觉应该是昨天晚上有被吹的 我跟你们说 因为昨天晚上 我居然 我从来不干这种事的 去了迪士尼这么多次 我从来都没有提前在城堡前面站坑 然后等烟花 我从来没有过 但是昨天 我为了看迪士尼五周年的烟花 因为我知道有漫威的烟花 所以我在这个迪士尼城堡前面 等了一个半小时 就坐在那里 和我妈两个人 然后 然后 因为就是晚上风比较大嘛 我还去买了 小陈小姐特许我去买了一个毯子 我挑了半天 就是迪士尼出了一个新的那种 也不是 可能也不是很新吧 可能之前出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买 就是一个新的毯子 就是跟以前的那个毯子材质不一样 摸上去很舒服很舒服的一个毯子 虽然长得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我挑了好久 真的是要谢谢小陈小姐 谢主龙恩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他昨天都不允许我买东西 唯一一次 他允许我买东西 是因为我的小外甥说 他要吃爆米花 于是小陈小姐说 非常的大方说 那我去帮你买 然后他就拉着我一起去 然后让我付钱 怎么这个样子 我还很卑微 我还非常非常的卑微 我说 那可以买两个吗 他一个人吃 我们也可以吃 小陈小姐说 当然了 不然他一个人 给他买一个多难看呀 你买两个 然后我就买了两桶 爆米花 我买到了 琪琪弟弟 过生日的那个爆米花桶 好可爱 好可爱呀 特别可爱 然后这个桶 其实他的爆米花也挺好吃的 就很甜 焦糖味的 特别特别甜 还挺好吃的 不 不 爆米花乘以二 都可以买 一个半宰宰了吧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以买几个宰宰 但是宰宰应该 没有那么贵 宰宰不卑微 反正 我昨天第一次吃 迪士尼的爆米花 还挺好吃的 然后 那个桶 真的很可爱 所以那个桶 我现在把它 就是爆米花 吃完了之后 这个桶 我要把它洗干净 要把它放在我的桌上 用来放东西 嘿嘿 而且这个 奇迹弟弟生日 款的这个爆米花桶 还挺大的 我觉得 可以放一些东西 然后 反正 昨天晚上 它冷了 我就 买了个 经过小陈小姐的特许 买了一个毯子 然后 我挑了半天 我本来想说 直接就买宰宰的毯子的 可是呢 我又觉得 扑扑的太可爱了 所以我就买了 小熊威尼的 因为宰宰的毯子 就是一个 蓝布拉基的 你知道吧 然后 它的帽子戴上的话 就 比较普通 最主要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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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威尼的这个 红色的 配黄色的 就很亮眼 就很可爱 我的心里 还是爱我的宰宰的 但是我现在 朋友们 我现在发现 我找到自己 在迪士尼的定位了 我是一个 迪士尼推 所以 所以 迪士尼所有的人 我都喜欢 我都爱 你知道吧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 迪士尼家族推 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我找到了自己 非常清晰的定位 好吧 不包括那只绿王吧 不包括那只绿王 老王 不不不不不 我要 澄清一下 我不讨厌 那个 它叫什么来着 老王 它叫 什么来着 那只乌龟 我不讨厌它 我只是 没有那么喜欢它 它的存在 就是对我来说 无关痛痒 你知道吗 它 独自存在就好 我只是 没有那么喜欢它 但是呢 我不讨厌它 所以说 它 存在的话 我也是 就看看它就好 这么一说的话 我还是迪士尼的推 谢谢伊丽莎白 送的玫瑰花 就是 我找到了自己清晰的标准 我还是 清晰的定位 我还是一个迪士尼推 迪士尼家族推 我热爱迪士尼的每一个角色 迪士尼的每一个人物 每一个角色 都是为了我们的快乐而存在的 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人物 都有它的贡献 都有它的付出 每一个人物 都是一个伟大的人 哭了 好感动 好感动 我哭了 谢谢 谢谢雨季送的奶茶 谢谢 是真的 我发现就是迪士尼 真的 我喜欢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 我发现每一个人 我都挺喜欢的 而且不光 就 你就不说 要从迪士尼选一个最喜欢的人 就是从一部迪士尼的电影里 我都有好多喜欢的人 你看 首先 米奇和米尼 还有 鸭鸭 但是 鸭鸭和戴斯 还有高飞 布鲁托 这些 就都很喜欢 对吧 你就没有讨厌哪一个人 但是 其实 这么一想的话 好像我还是更喜欢鸭鸭一点 鸭鸭的 鸭鸭的屁屁实在是太可爱了 没有办法 鸭鸭的屁屁 我真的好想 软一软 天哪 好想软一软 鸭屁股 我的妈呀 这个想法 突然 突然想到这个想法 突然激烈了起来 我的妈呀 好想软一软 她的鸭屁股 这么一说 感觉我还是更喜欢鸭鸭 当然了 大家 众所周知 我从以前就是一个鸭推 鸭推 鸭腿 我从以前就是一个鸭腿 最主要你看 而且鸭鸭的周边 也一般都很可爱 都很好看 然后又是蓝色和白色的配色 对吧 我把我的沙发给往前 给往前踹了一步 回不去 鸭鸭她的周边比较可爱 蓝色 白色相间的 然后很多 很多周边都有她的鸭屁屁 所以就是 你很难不喜欢鸭鸭 不是吗 然后你再想一想 琪琪弟弟 也好喜欢 而且琪琪弟弟人气又那么高 但是琪琪弟弟真的很可爱 而且琪琪弟弟的周边 有一个最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琪琪弟弟的毯子 你买一个毯子 你就既拥有了琪琪 也拥有了弟弟 就是你花一份钱 你就买到了两个人 对不对 这是琪琪弟弟最大的好处 它是双份 你知道吧 它是双份 对没错 它是两个人捆绑的 你知道吧 两个人捆绑销售 所以说 你花一个价钱 你可以买到两个人的东西 就很好 琪琪弟弟 也很可爱 也很喜欢 而且 可能是因为 琪琪弟弟的人气太高了吧 所以琪琪弟弟的周边 真的挺多的 而且 琪琪弟弟的周边 真的很可爱 然后剩下的骗钱F6 其实也就绿王八 没骗到我的钱了 其他人都骗到了我的钱 朋友们 谢谢比尔克洛夫斯基 送了奶茶 谢谢 这个骗钱 对我来说 只能叫骗钱F5了 好吧 这个大黄狗 我就不说了 好吧 大黄狗上市的第一天 就骗到了我和杨宾仪的钱 它上 它这个刚 刚上新 第一波新品 就骗到了我和杨宾仪的钱 这是大黄狗 真的不简单 这是大黄狗 这是大黄狗 你说它的周边就毛茸茸 黄黄的 可可爱爱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太会骗钱了 这个大耳朵 真的没有办法 然后 我们露露就不说了 好吧 我们露露 这只爱跳舞的兔子 也不简单 朋友们 这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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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 还有那个谁啊 还有那个 雪莉梅 雪莉梅的周边也很可爱 这仨女的都不简单 朋友们 这仨女的就不多说了 爱跳舞的兔子是N兔 你这个 这个 金月粉丝说的 不关我和我们盖交犯的事 你怎么说呢 就是 真的就是都很喜欢 而且他们的周边 真的 他们的周边 真的是时不时的 你知道吧 就时不时 这个人的就 特别可爱 然后过一阵子 又发现那个人 特别可爱 就好像 你看 前一阵子 我真是迷露露 迷得死去回来 露露他的周边 真的太可爱了 然后过年的时候 突然一个达菲 和托尼老师横空出世 我的妈呀 托尼老师过年的 那个帽子太可爱了 你就没有办法拒绝 那段时间 我又很爱托尼老师 然后在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这个春季啊 他们的新品里面 达菲和雪莉梅 太可爱了 他们的这个 之前的新品 好像是之前的吧 其实我记不清了 反正 雪莉梅太可爱了 我发现 而且 雪莉梅和那个 达菲是两只熊嘛 你会发现 熊的容错域 真的很高哎 就是不管 不管什么周边 不管是帽子呀 然后或者任何东西 或者那种头孤呀 就是熊 就不会出错 我想起来的 前一阵子看到 就是那个雪莉梅的 那个兔子 是一只 假装自己是 小兔子的小熊 雪莉梅的那一套 真的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朋友们 太可爱了 真的受不了 所以你就发现 你没有办法选择 谁 是你 最喜欢的 因为你发现 哦 那是复活节的 因为你发现 就是每一个人 都好可爱 你没有办法割舍 你知道吧 每一个都有一个周边 会戳中你的心 这不叫海王 请叫我家族饭 请叫我对推 我觉得人嘛 难免会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东西 对吧 而我 可能我 就 最喜欢的东西 就是迪士尼吧 只有迪士尼 可以骗到我这么多的钱 对吧 然后 你再想一想 迪士尼的其他人物 对吧 比如说 即将建成的疯狂动物城 感觉在疯狂动物城 他刚上 他这个刚出来的时候 也会骗到我 很想冰 有很多钱 你看 朱迪和尼克 就不说了 朱迪和尼克 谁能不爱朱迪和尼克呢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 朋友们 昨天的五周年烟花 他最后一段 是刚开始 他最后一段 刚开始 是疯狂动物城的 小时候的朱迪 然后 是一个小孩子 唱的 好像是 Try Everything吧 然后一个小孩子 的同声 你知道吧 唱的Try Everything 朋友们 那一瞬间 我的泪花 我的眼角 都泛出了泪花 我的眼泪花 都在眼眶里打转 你知道吗 那一瞬间 我就在想 天哪 谁能不爱朱迪呢 包括尼克 谁能不爱朱迪和尼克呢 这么一说 尼克好像没有 尼克好像 在烟花里面 镜头不多 哎 我又要说了 这一点 这一点 我又要说了 迪士尼 我希望你可以 合理的分配 烟花的镜头 好吗 我希望运营 可以告诉我 跟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五周年的 烟花 没有 杰克船长 我们 加勒比海盗 不配拥有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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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杰克船长 不可以在五周年的 烟花上 露个脸吗 啊 虽然说 之前的烟花 我们杰克船长 的确有一个大特写 很漂亮 对吧 但是 这是五周年的烟花 哎 五周年的烟花 哎 我们加勒比 被你们迪士尼除名了吗 啊 啊 啊 给我解释一下 请迪士尼运营 公平对待 加勒比海盗 转发抽奖 一箱柠檬茶 好吧 有外物了 可还行 真是的 嗯 五周年 不过五周年的烟花 真的是有很多 很多那个 就是迪士尼的电影 都在里面 就是以前没有的 以前的烟花 主题就是不多嘛 迪士尼的烟花都有 你看 先不说那些 先不说那些公主 对吧 花木兰也有 然后 哦 花木兰好像以前也有啊 然后还有 有哪些是没有的 有大白 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超能陆战队的 是这个名吧 大白的 然后还有 还有 还有 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叫 此路战队 非彼路战队 还有那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寻梦环游记 对对对 还有寻梦环游记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一个 很多很多个电影 它都放在里面了 五周年烟花 真的很好看 然后有一个 它的烟花就是 我觉得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开头 开头呢 就是一大群 迪士尼的电影的 这个 这个串烧 你知道吧 第二个部分 就是漫威部分 你知道吧 漫威 各个英雄 朋友们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看 到现场看这个烟花的话 你们可以在B站上 搜索迪士尼五周年烟花的视频 有非常高清的视频 然后到漫威那一趴的时候 你会被震撼到的 朋友们 当然 如果你可以在现场看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在现场体验一下 朋友们 现场看和在视频上看 真的是不一样的 我之前就在B站视频上 看了一点了 看了一点烟花 然后我昨天 又在现场看 我跟你们说 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 以前 以前的烟花 不就是 不就是迪士尼的城堡上面有投影 然后 附近放一点烟花吗 但是五周年的烟花 他把整个 整个城堡附近 那个叫什么 奇想花园 那一整个地图都有灯光 然后都有 就是感觉像是新加了很多个发光的那种灯柱 你知道吧 他把整个奇想花园都是有灯光配合的 真的很好看 而且有一个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 就是他的灯光 整个灯光 在你的头顶 然后突然 这个灯光会降下来 你就觉得自己伸手可以摸到他 那一块 真的很震撼 很震撼 好了 我的鼻子 收到激动的地方 又要堵住了 但是现在生日 我知道 他在群里发了自己的生日蛋糕 我们祝他生日快乐了 可能 是不是早了 早了一个多小时 谢谢我们没有故事了 送的奶茶 谢谢 五周年烟花 是不是要放一年啊 据说 谢谢踏鱼送的生日帽 我会帮你转达他的 好吗 明天排练完不回家 因为明天我的同学要过生日 明天排练完我要去参加homepah 朋友们 是 但不是之前我发照片的那个小姐妹 那个我们称 上次和我一起去迪士尼的 称之为小姐妹01 明天过生日的是小姐妹02 但是我们都是一起 就之前一起学护理的同学 我们是一个班的 所以说明天会和小姐妹01 一起去给小姐妹02过生日 但是我还没有给她买礼物 很尴尬 不过我已经想好了 小姐妹01 之前过生日的时候 给她 给她送了迪士尼的 吉吉弟弟的衣服 然后小姐妹02呢 她好像后天也想去迪士尼 那我就再在迪士尼送她一个迪士尼的东西吧 因为我们都喜欢迪士尼 这不是巧了吗 她没有抢到一号 是因为她的出场 呃这个 我是非常 本运营是非常公平公正的啊 以上 以上的出场 完全是按照 按照角色出场顺序命名的 好吧 完全按照出场顺序命名 以上角色排名不分先后 均按照出场顺序命名 很开心 我最近几天 也算是 就是自从上一次公演玩之后的这几天 真的算是玩疯了 朋友们 我感觉自己真的是玩疯了 一直在玩 一直在玩 不过每天都有事情干 就感觉很快乐 你们知道吧 很充实 昨天 而且昨天 我跟你们说 不是我吹啊 本资深迪士尼玩家 在我的代理下 我的姐姐和我的小外甥 还有包括姐夫和小阿姨 都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天 在我的代理下 他们玩得很快乐 尤其是我的小外甥 玩什么都说好玩 玩什么都是好玩 学长木马都觉得好玩 昨天 唯一不够快乐的人 可能就是小陈小姐了吧 为什么呢 因为她太累了 她 走得太累了 小陈小姐今天起床之后 还在跟我说 累死了 累死了 昨天走得浑身酸痛 累死了 昨天我刚进来 就带他们 他们早 他们前面去玩什么呀 玩那个什么 那个巴斯光年 那个射枪的 那个实在是太傻了 于是我立刻立刻带他们 调转方向 去玩了加勒比海盗 果不其然 人人都说好啊 大家都觉得好玩呀 然后接下来 带他们去玩了 穿越地平线 没有加带私货 当然没有加带私货了 这是我诚心推荐的 好吧 而且我的这个姐夫啊 他实名夸赞 实名夸赞加勒比海盗 说他觉得比 他觉得加勒比海盗 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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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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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飞越地平线还好玩呢 只有小陈小姐和我的姐姐 觉得飞越地平线最好玩 因为小陈小姐 看不懂加勒比海盗 他不懂我们在干嘛 而且小陈小姐是一个心脏极其极其极其插劲的人 然后我们就去玩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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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越地平线 因为因为不管怎么说也是特色项目嘛 感觉把这几个玩了之后 把这几个特色项目玩了之后也就值回票价了 比Sky还好玩 其实小马的话 还是没有加勒比好玩的 不要问我为什么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我是加勒比的粉丝 我不是玩具总动员的粉丝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在一个 你在一个加勒比海盗的人 面前 热爱加勒比海盗的人面前让他选择 那我当然会选择 我们捷克船长吧 然后接下来我还带他们去玩了 那个 小飞侠 因为小飞侠就是我的小外甥 觉得很好玩 你知道吧 我的小外甥觉得 哇 好漂亮 好漂亮 而且我跟你们说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第一次带他们去玩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加勒比海盗 就是很好玩 因为最后 我和小陈小姐太累了 小陈小姐太累了 所以说我们俩在餐厅做着休息 他们又去二刷了加勒比海盗 你看你看你看 我的推荐真的很良心 知道吧 我的推荐是真的 是真的 非常的好玩 我才会推荐的 吃我的安利是没有错的 知道吧 然后本来还想带他们去看 加勒比海盗的那个舞台剧的 可是这两天 加勒比海盗的舞台剧都暂停了 真的很难受 不然的话我都已经能想象 当这些演员在台上玩那种像杂技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的小外申会 哇 发出这样的惊呼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可惜了 然后还去玩了什么来着 还去玩了什么呀 有点不记得了 本来想要带他们去看那个看我的宅宅的 可是宅宅 可是宅宅 没看成 因为刚想去的时候 结果大家都开始站位看花车了 所以我们也就站了个位看花车 然后就一下子打断了这个计划 就没有看成 然后去 好像直接去那儿坐了小马 坐了小马 之后呢 小马人还变多了 我的小马 昨天居然要排40分钟的队 就是那个APP上显示要排40分钟的队 我都震惊了 谢谢福满多送了10个CC 但是小马也是 非常良心 我姐姐本来以为小马也是 也是就是给小外甥玩的 给小孩玩的 结果上去之后 他自己玩得特别开心 对 平时的小马 其实都只要排10几20分钟 就是APP上显示 排20分钟 其实你只要排10分钟就够了 因为小马他很快 所以说昨天 他虽然写是40分钟 但我们大概 大概排了多久呢 大概排了 30分钟不到吧 我的小马 我的小马 red了 急速光纹就特别快 急速光纹就很快 因为他这个项目 就是一批一批 人也挺多的 然后呢 一批玩完也很快 所以说急速光纹排队 反而不要那么久 抱抱龙排的就很 就很多 抱抱龙排队就很慢 但是当然了 他就算没有人排队 我也不会去玩的 小矮人矿车 人就 人也很多 然后昨天就没有玩 因为我们累了 而且小矮人矿车 小陈小姐玩不了 她的心脏会吐出来的 谢谢福满多 送到十个嘻嘻嘻 还有什么呢 然后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吧 然后等到大概 七点六七点的时候 我和小陈小姐在餐厅 在一个餐厅坐着休息 休息了一会之后呢 就去城堡前面占坑了 占位置了 五周年烟花有多精彩 我就不跟你们重复了 因为实在是太精彩了 如果没有办法去现场的人的话 可以在B站搜索 迪士尼五周年烟花的视频观看 都是挺高清的 如果可以去现场看的话 那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 因为视频里看到的 还是没有在现场看的震撼 他那个在现场的 就是整个奇想花园的灯光 真的很酷很酷 小陈小姐最喜欢的项目是 飞越地平线 我真的觉得飞越地平线一般嘛 谢谢蛋脚饭色的奶茶 谢谢 我真的觉得飞越地平线 如果他要排个那种三四十分钟 我是觉得还可以排排 但是如果他要排像人多的时候 他真的很夸张 要排什么九十分钟 一百分钟 那我真的觉得不值得 但是 飞越地平线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当夏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很热 诶 那么我要说了 飞越地平线 里面排队的空调 真的很凉快 真的朋友们 夏天的时候 像我们这种年卡用户 我们夏天是怎么去迪士尼的呢 首先 谢谢 首先谢谢ARCC送的巧克力啊 首先 首先像我们这种经常去的年卡用户 我们是不会在下午的时候去迪士尼的 我们一般 夏天的时候都是三四点钟去迪士尼 三四点钟出发 就不会很早 因为下午实在是太热了 如果稍微早一点 其实也可以了 大概三四点钟出发 到了之后呢 也可以两三点钟 其实夏天两三点钟也是可以的 两三点钟出发 或者三四点钟出发 然后到了之后 可以吃个饭 对吧 吃点吃的 然后再静圆 静圆之后呢 首先 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直接去排飞越地平线 夏天的时候不要怀疑 七八月份的时间 飞越地平线一般都是一百分钟起步的 但是没关系 打两局王者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朋友们 只有在夏天的时候 只有在天气炎热的夏天 飞越地平线是我们玩的最多的时候 因为里面的空调真的很凉快 有的时候 我们为了不晒太阳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躲避阳光 我们会 飞越地平线 人越多的时候 我们越进去排队 一边排队 一边打王者 真的很爽 快 朋友们 然后玩完之后 玩完飞越地平线之后呢 至少就已经四五点了 你知道吧 至少就已经四五点了 这个时候去排什么呢 这个时候去排 加勒比海盗的舞台剧 为什么我们要先做地平线 再做加勒比呢 因为加勒比海盗的舞台剧 它的排队没有空调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顺序很重要 必须要在最炎热的时候 先去排飞越地平线 吹够它的空调 打完王者之后 再去排加勒比海盗 这个时候 太阳也不是很激烈了 然后呢 再加上 虽然说它没有空调 对吧 但是呢 它还是 它还是一个 有遮挡太阳的地方的 所以说也不会特别的炎热 这个时候你去排 你去排这个 加勒比海盗的舞台剧 看完大概又是一个小时之后了 就是你排队 加上看的时间 大概又是一个小时之后了 所以说等你看完 加勒比海盗的舞台剧 出门的时候 已经没有太阳了 太阳已经落山了 已经很凉快了 已经大概是五六点左右了 五六点左右了 这个时候 非常凉快的时候 就是你去刷项目的时候了 朋友们 懂了吧 接下来 直接出门左转 啊不 出门右转 啊不 出门左转吧 加勒比海盗舞台剧 出门直接左转 直冲 直冲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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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冲这个离得比较近的 雷鸣山漂流 你知道吧 夏天 雷鸣山漂流 直接冲 冲完之后 直接在附近的 这个这个这个 小矮人矿车 就这样子 一圈玩下来 一圈 玩完小矮人矿车 再直接往前冲 就这样子 慢慢的一圈 可以玩到 玩到这个 这个这个小马 你知道吧 玩到小马 很不错吧 朋友们 这就是夏天的迪士尼 唉 我实在是 太厉害了 你看 这样子 这么完美的 这么完美的 一套流程 也只有我 能想得出了吧 对 不愧是我自己家 就真的很熟练 然后 反正昨天 大概就这么在 迪士尼玩完了 人也很快乐 今天的话 今天的话 就是起来之后 起来之后 我真的 我昨天太累了 回家 泡了一下脚 泡了一下酒 我的脚底板 真的太痛了 而且 而且因为我穿了一双新鞋子 它实在是太硬了 真的 脚特别痛 我连脚前面都被磨破了 今天还有个印子 能给你张年卡吗 还是那句话 柚子老板 还是那句话 时间 银行 黑头套 等我抢完银行 把迪士尼买下来 你要多少张年卡 我就给你 怎么样 等我把迪士尼买下来 你们这个要多少年卡 都给你们 知道吧 当然了 不是谁我都给年卡的 凭借着大家各自的口袋ID 你知道吧 凭借着自己的口袋ID 我这个依次发放 知道吧 唉 实名制分操 有点东西啊 然后 我昨天真的 我昨天真的是我睡得最早 而且睡得最快 最自觉的一天 因为太累了 小月牙值得拥有吗 小月牙的话 哎呀 我也不知道小月牙 到时候能不能分到年卡 你说这也得看我们现在的交情 对不对 你说小月牙 这不送个发电 对吧 这没有一个两个 没有那么几个发电 对吧 这年卡 年卡 这怎么办呢 这小月牙 这小月牙 真是 我和季月的交情 当然是我和你们的交情了 对 我接下 我以后是会直接一点 直接说 骗钱 没有啦 我们怎么会没有交情呢 对吧 我的好兄弟们 我们都这么熟了 哎 我们都已经这么熟了 给你们个记卡吧 怎么样 记卡 怎么样 有没有记卡 迪士尼可以出个记卡吗 好了好了 好了 我很大方的 等我拥有了迪士尼 别说年卡了 年卡算什么呀 啊 年卡算什么呀 对不对 等我有了迪士尼 还在乎这么一个两个钱吗 这都是小钱 等我有了迪士尼 还在乎这么这么点年卡 真是的 这个迪士尼的厕所 定制烟花广告 你这不行 这得看 你是什么广告 对吧 你这 到时候 这个迪士尼 这个烟花上天之后 突然放出来的是一串 奇经运营会的二维码 奇经运营会的集资二维码 那也是蛮不错的 知道吧 烟花上天之后 出来的是二维码 挺好的 大家直接扫一扫 直接扫一扫 直接付款 以后有没有这种啊 就是二维码扫出来之后 就直接扣钱的那种 扫一扫 直接扣钱 也不给你拒绝的机会 也不给你反应的机会 你扫一扫 你说这是什么呀 扫一扫 钱就没了 有没有这种二维码 有没有这种二维码 哦也是哦 有了迪士尼还要挤资吗 哎 也是啊 有了迪士尼还挤什么资呀 还差这么一个两个钱吗 等我有了迪士尼 这些钱算什么呀 啊 还差这么一两个钱吗 这个 所以这个二维码 还是现在弄吧 好吧 还是现在打一把 现在能骗一点 试一点 这样子 我们就让我们姻缘会 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 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 知道吧 拿着这个二维码 然后我们直接 让这个女孩子 去路上 走在路上 看到一个人就说 啊 小哥哥 可以加个微信吗 然后他说 可以啊 因为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没有人会拒绝的嘛 然后那个人就说 可以啊 然后 然后他就说 那你扫我吧 然后人家拿出手机 第一扫 他就跑 你知道吧 我们就跑 跑完之后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说 啊 怎么加完就跑了呢 然后他的钱就没了 拿扫帚是什么 什么梗啊 谢谢疯子 送了奶茶 谢谢 哎 我的计划真的是太 真的是 太有道理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 太完美的计划了 你们不要怕 不要怕会被抓走 你知道吧 千万不要怕被抓走 如果一不小心被抓走了 对吧 那我就上社会新闻了 那我就火了 那你的那你那你喜欢的小偶像就火了 你也算是 你也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所以说可没关系的 而且组织会记得你的 组织会记得你的贡献 怎么样 很值得吧 对 记得在社会新闻的时候 再念一下群号 社会新闻的时候 到时候还会说 最近新出的一批 骗钱二维码 只要扫一扫 钱包自动付 自动扣款 然后 社会新闻 他一出 一说这个 一说这个点 直接把二维码打在屏幕上 然后你看 总有一些闲人 你知道吧 总有一些 无聊的闲人 他会扫一扫的 扫一扫 你看 又骗到一点钱 对不对 又骗到了一些 谢谢大科学家 送了99个CCC 对吧 总有一些手剑的 这个闲得没事的闲人 你知道吧 总有一些无聊的闲人 他会去扫一下 他说 真的假的 我试一试 然后就去扫一下 你看 又骗到了一些钱 哎呦 这个 这个又开始 剑锋插针 剑锋插针了 你年卡没了 年卡没了 真是的 谢谢他 云送的棒子 朋友们 这么一看 我们的未来 是很光明的 哦 不是我们的未来 是我的未来 是很光明的 你们的未来 就不知道了 这么看来 我的偶像道路 还是前途一片明明亮 你知道吧 你们 你们 你们的道路 就不知道了 你们 你们的话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们 这个应援会啊 可以从现在开始 就开始预设 预想自己的未来 知道吧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直接预想自己的未来 现在开始应援会 每天每天循环播放 机制的监狱生活 大家一定要提前 熟悉这个环境 一定要提前熟悉 自己未来的环境 一定要提前 开始先领教 自己的这个 领教自己未来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 提前做好一些 生活攻略 建议大家 从现在开始 每天就开始看 机制的监狱生活 你知道吧 我真是 真是为你们 着想啊 对 还有销声课的救赎 大家提前开始 看起来啊 提前准备好 天啊 说的激动了 可能遭天前了 开始咳嗽了 我的偶像道路 真是一片前途光明啊 前途明亮 想到光明的未来 太开心了 你还说 这不是你解读的 你不要想 你不要 你休想 你休想这个 破坏我和我粉丝 今天的感情啊 我跟你说 是不是 好了 畅想完自己的歌 未来 现在的我 回归一条鲜鱼 累了 这就接三群 不要不要 干什么嘛 真是的 不是应该 现在就开始 发这个机智的监狱 生活链接吗 好了 这些屁话 就此结束了 屁话时间结束 我今天收了好多快递 把快递都拿来了 都是我在李佳琪 直播间买的东西 今天到了 买了一个身体乳 然后 还有什么 还有面膜 买了两盒面膜 然后 它真的倒得挺快的 然后还买了 空客意面 螺丝买了两包呢 因为太便宜了 所以买了两包呢 然后一包好像是 五份 一包是五袋吗 五袋还是六袋 五袋吧好像 然后我就买了两 两份 就是十包 不知道这个螺丝粉 味道怎么样 但是螺丝粉 今天还没有到 我太失望了 如果它今天到的话 我今天晚上就想煮个吃 但是没关系 传说中的空客意面 我买到了 所以今天晚上 我一会儿就煮一个空客意面 吃吃看 不知道好不好吃 螺丝粉包饭没有事 因为我们没有包饭的东西 没有电饭宝 还买了什么呀 不记得了 现在哦 我还买了五股酸辣凤爪 你们知道那个吧 那个五股凤爪 但它也没有到 明天到 不是老奶奶肯的鸡爪 你们真的是 反正我觉得 它这个临时狂欢节 真的是 真的是太叫人 忍不住了 你知道吧 太忍不住了 这个真的 而且 它这个直播间 真的又很划算 很便宜的价格 谢谢user送我两个奶茶 好了 今天的电台 可能就到这里 我准备关了 太激动了 说的我 我觉得我只要话说的一多 就会开始咳嗽 明明我今天白天 都没怎么咳 今天白天 基本上都没有咳嗽 谢谢 燃心如送的四个 谢谢YDD送的奶茶 谢谢 谢谢柚子老板送的发电 用爱发电 谢谢柚子老板 祝柚子老板 恭喜发财 大吉大利 柚子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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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 逐渐辞穷 柚子老板 不会咳嗽 对 不会咳嗽 永远 健健康康 有一副 百零秒一般的嗓子 永远 永远都不会咳嗽 永远都不会 鼻子堵住 不会鼻塞 柚子老板 恭喜发财 好 说得好啊 说得太好了 哈哈 这么真诚的祝福 也只有我想得出来了吧 哈哈 好的 是我抄袭的 不好意思 是你们想的 不管 就是我想的 哈哈 太好了 咳嗽 妙啊 我一会儿 关了直播药 煮个一面吃 尝尝看它的味道怎么样 今天也谢谢大家 听我的电台 然后陪我聊天 谢谢大家送的 所有的礼物 谢谢大家 那么我准备关了 谢谢彭桑送的皇冠 谢谢这位老板 送的皇冠 祝福 美好的祝福 送给你 希望 这位老板 每天开心 恭喜发财 大吉大利 祝福你 健健康康 对 也是百灵鸟 好吧 也是百灵鸟 一般的嗓子 走二元马去了 好啦 谢谢大家 今天送的 所有的礼物 谢谢大家 那么我要关直播了 各位 我要去煮面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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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 大家记得 记着的监狱 说我看起来啊 拜拜 拜拜